百事可乐诞生于19世纪90年代,由美国一位药剂师无意间调配出来,最开始是一种治理胃不疾病的药物,后慢慢发展成为一种碳酸饮料,成为了国际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,目前遍布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,基本上有人居住的地方,就有百事可乐。 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,百事可乐公司却突然自称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第六大军事力量。 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肯德尔,在面对美国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,克罗夫特还曾经开玩笑的说, 解除苏联人的武装,我们公司可比你们政府强多了,那一家可乐公司为何会与军事挂上钩呢? 众所周知,二战结束后,苏联和美国为了争夺世界大主的地位,关系极度恶化。 美国产品想要进入苏联市场非常困难,已是政治因素,而是民众自发抵制。 这种情况直到1959年才出现了转机,当时美苏两国进行了一次商品文化交流活动,实际上就是互相攀比,看谁有钱。 美国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以美国商品为主题的展览会,当时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也出席了活动,由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亲自作陪,为他介绍了许多美国商品。 这场展览活动所有费用全是美国百事公司无偿资助,但他们也有一个要求,那就是必须要让赫鲁晓夫亲自喝一口百事可乐。 在展览上,尼克松带着赫鲁晓夫来到了一张之摆放着百事可乐的展台上,递给他一杯可乐。 赫鲁晓夫不仅接过了可乐,而且还连喝了好几口,于是这一幕立刻被事先安排好的记者给摊了下来,并在媒体上大次宣传。 一下子成为了在苏联最有利的广告,很多苏联人民也开始对赫鲁晓夫手上的可乐,产生了好奇与兴趣。 随后,国内百姓们对可乐呼声太高。 这次展览会结束不久,赫鲁晓夫就同意百事公司入驻苏联,他也成为美国第一家在苏联生产并销售产品的公司。 但是卢布在七十年代是不行的,所以只能以货物来交换货物。 这样的交易方式,在今天也是常见,对于没有外汇美元的国家,只能拿本国等价的货物来交换,于是苏联拿了福特加换百事可乐。 这笔交易就这么成了,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,美苏军备竞争,已经到了白日化的阶段,当时的苏联穷得连福特加都没了,只剩下堆积如山的武器装备,为了偿还百事可乐公司的债务。 苏联政府决定用十七艘潜艇和三艘军舰军事退役装备,来偿还拖建百事公司的债务。 要知道,那时候的整个中国,都没有这么多的军舰,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军舰换可乐事件,用军舰比完战不到一年,苏联就拿出十艘船舰。 这次都是新的货船,游船,和百事公司签订了一份价值三十亿美元的可乐浓缩人家。 不过百事公司只是一个商业公司,要这么多军舰也没用,最后只能当被铁给卖了。 如今,百事可乐在俄罗斯依旧非常受欢迎,该国是百事公司在美国之外的第二大市场。 但有军舰换可乐这样的事情,应该是不会重演了,因为现在的俄罗斯海军都我觉得,装备自己都不够用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